继续反斗历史 昨天还没说完的话题 我相信听众都不介意 我们这些突然想起 说什么就说什么 没什么所谓 昨天说到 郑氏的后人 一支的后人在日本 经过了八几二百年的梵遣 有这个叫做 郑永庆的出现 这个郑永庆是家人 老爸 郑永玲 生了几个儿子 其中一个就是郑永庆 其余的什么郑永帮 郑永昌 其实都 如果没有记错 就好像有一个 直接是袁世凯的顾问 这个题外话 重点是想说这个郑永庆 要是昨天说到 他就在耶路大学读书 见多识果 又在巴黎生活过 又在伦敦生活过 就不想再做家族的翻译事业 想 就见到西方的咖啡店 都很厉害的 主要就是那些知识分子 聚在这里吹嘘 讨论事情 分享一些新的知识 似乎好像这种 分享新的知识 这些打沙龙 对国家 或者是这个知识界 是一个好的帮助 和这个咖啡馆的社会地位和形象相当之好 所以这一位的郑永庆就企图 尝试将这个咖啡的文化引进去到日本 之后就开了一间叫做可否茶馆 茶馆里面也放了很多的书报杂志 和很多西方的新奇玩意 不过很可惜这个郑永庆就不善经营了 最终破产收场 这是一个序曲 但是最低限度 已经唤起了知识界和日本人 这个世界原来有一种不是茶馆 是叫咖啡馆 很多知识分子喜欢在那里打 这些很启发的 我觉得很启蒙 当然了 你说是不是日本人接受咖啡 就是由这位郑永庆先生所引进的 其中一个说法就说不是的 因为其实日本人很早已经知道有咖啡这一件事 不过当时的咖啡不是用来喝 是当是药 根据一些文献记录 其实很早的时候已经是有咖啡类近这个名词 主要就是当时日本人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人做生意 这个要数到十八世纪了 一不报那么长 他们不懂怎样译 这个Koffee 不是COFFE 是KOFFIE 当时的串法是这样 他们译了很多种 可否、可飞、骨飞、骨喜、家喜 这些字眼 最终日文汉字的翻译就是咖啡 一直是我们原用至今 当然了 这个郑永庆他经营咖啡馆就不舍 就没有成功 不过他这家可飞茶馆 整理了十多年之后 咖啡这件事其实慢慢慢慢就在明智时期 一直到大正年间 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开始流行了 主要的地点就是东京、环滨、大阪神户 这些较为西化的城市 那些人研究就说好像预后春笋 总之有越来越多这家咖啡馆 当然这些就是个体户、个别经营的 而如果要讲到真是全世界或全日本第一间连锁咖啡店 就要提 我昨天跟大家介绍过的就是这个水野龙先生 他在一九零九年 其实他早在巴西有一间圣保罗庄园 在日本开了一间咖啡馆 叫做老圣保罗咖啡馆 这个可以说是水野龙 当然了 他是日本第一代去巴西找吃的二晚 之后很多巴西的移民 原本就在美国那里开荒 有点像我们的华工 他开荒 不过后来之前跟大家提过 美国排华 加上是巴西的政府 听到原来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中国的工人 日本的工人都很努力 任劳任怨 所以当时巴西的政府 亦都希望日本人去巴西那里开狠 做开荒牛 之后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 大概有一万个日本人移民去巴西 巴西那些庄园 做很多东西 但是之前跟大家提过 巴西是一个咖啡的大国 当时那些人对于供求的数量 计算又不是很精准的 那么你如果大丰收的 大量咖啡出产的 那么你的价格就下跌了 那么就在这个时间 因为巴西咖啡价格大跌了 那么这位水野龙呢 就看到这个这么好的时机 就跟巴西政府说 喂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日本那边都流行喝咖啡的 有没有兴趣将这些多余的巴西咖啡豆 引进去到日本呢 那么一个说法就是说 巴西政府就老面 给这些咖啡豆 给这个水野龙就带回去日本 我就没去考证 为什么巴西政府这么好 那么不知会不会是 反正都倒下海的 那么不如我免费送给这个水野龙 他就帮我清个仓 又带去日本倒一泡 如果真的在日本大行其道的话 那么我们巴西就会有一个新的市场 不用单靠这个美国市场 所以这个水野龙就拿这些咖啡豆 以上我纯粹断估的 我就没去考证 为什么巴西政府这么好 死老面给水野龙 那么如果听众知道的答案的话 都可以网上留言 那么这位水野龙就在银座百丁木 就开始第一间叫做老圣保罗咖啡馆 那么再加上因为他的咖啡豆老面 所以他卖的咖啡可以卖得很便宜 吸引了很多当时日本的大学生 年轻人 知识分子 就在他的咖啡馆逗留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就开始就越来越多人就喜欢去咖啡馆了 还要不单止是男性去这些咖啡馆那里坐在那里打等 还有很多受过教育的女性 就是当年日本的女文青也都很喜欢 跟那些当时的男性一起出入这些咖啡馆 而听说这个老圣保罗咖啡馆好像现在都有旧纸在那里 如果大家有去过都可以留言 我没有去过日本 我纯粹是书面知识 说这个老圣保罗咖啡馆 就特意整层二楼设立这个女宾堡 招呼这些女的咖啡客 还要说当时日本的女文青 女性主义者 还要是因为在这些咖啡馆打等得耐 吹水吹得多 搞下搞下 应运而生就有一些女权分子的杂志 就在1911年的时候出现了 创刊1911年 那本杂志名叫清答 这个答是一个日文汉字 左边就是皮革的格 再一个部手 右边就是一个水 喝水的水 下面就有一个白色的白箭 这个清答就是1911年 那里创刊 所以之后这个老圣保罗馆 就生意越来越好 在整个日本 不少的大小城市都有分店 也都成为应该是 世界上第一间连锁咖啡馆 之后因为日本那个对咖啡的需求 就有增无减 这个是意外收获 也都帮助了巴西的咖啡豆 价格下跌这个危机 因为日本有一个很大的市场 所以这个巴西的咖啡价格 也都开始回升 也都间接就说 拯救了巴西的咖啡业 这个也都帮助了巴西的咖啡 不止是单一个市场 美国 欧洲 因为现在已经有第三个市场 就是这个新兴市场 日本 所以在意外能力上有不少的提升 这个就是日本那个在1912世纪初的时候 那个咖啡的情况 之后 二战之后 大家都知道了 喝咖啡的人口越来越多 大规模的咖啡馆也都开始出现了 很多不同的牌子的连锁店 那些什么UCC 之而此类这些 就在1933年就出现了 就是那个技术的提升了 由进口生豆到怎么样烘焙加工 之而此类这些这样的东西 价格调节 怎么样管理 UCC 亦都发明了职容咖啡 冠装咖啡 改变了全球人类喝咖啡的这样的习惯 好了 今天讲这一个日本的咖啡事业 就讲着这么多了 稍时休息吧 因为明天想和大家讲一些香港的水务工程 之后再继续讲日本怎么样殖民台湾的这一段历史 其实很多东西都还没讲的 有很多细节的东西 好了 今集的节目时间就够 明天同样时间再和大家做个节目 拜拜 说到这里 by bwd6